第十一集 接下来几年 贺元却用心学刺绣 他前世是艺术系大学生 与色彩搭配构图等 极有天分 做出的刺绣品常有新意 道博得众人夸奖 至他八岁这一年 做的刺绣已是活灵活现 众人夸奖之余 据笑道 今年处的南北女儿节 绣品大会上 却是北城国那边的人夺了怪 听得咱们南昌国的绣品 在那边却卖不出好价钱了 这会儿子 扇刺绣的姑娘都愤愤不平呢 只说过了三年 定要夺回这个灌手方吧 如今圆节刺绣如此出色 不如先在刺绣女官那儿 背个名 说是进了初选 过得三年也能参加南北的绣品大会 为咱们南昌国 撑一口气的 原来 北城国名风彪悍 女子多善其胜 却不善刺绣 自打两国递结了盟约后 南昌国和北城国 互有货品交换 南昌国每年用精致的绣品 向北城国换取各种皮毛麻痹等 后来北城国上至皇榻后下至王公贵族 却以拥有南昌国精巧的绣品为荣 慢慢的 北城国姑娘也学起刺绣来 又来南昌国重金请了绣娘过去教导刺绣 至六年前 北城国在女儿节那天举办了女子刺绣大会 却邀请南昌国的姑娘过去参赛 当时南昌国擅绣的姑娘一过去 就计押群芳 夺了冠手 一时风光无限 参赛姑娘所绣的绣品 也在当地卖了一个好价钱 回国时成了闺绣的榜样 不想 今年举办的女儿节绣品大会上 却是北城国姑娘得了冠手 这当下 南昌国绣品在北城国 假钱大跌不说 这南国女子善刺绣的名声 也被打破了 南昌国征公局官员 正为此头痛呢 应听得众人的话 礼善接口道 青年因四绣女官 一个出宫嫁了人 一个正在嫁入二皇子府中 当没有去参加这个 南北女子绣品大会 这便输了证实 幕下新选的四绣女官 却是臣府的姑娘 听闻各府八岁以上的姑娘 善刺绣的 已在她跟前备了名 但要三年后 参加这个南北绣品大会呢 咱们府里善秀的姑娘 先前倒也在 丝绣女官那儿 成了初选秀品 报了名 偏激年初都病了 也去不了秀品大会 心下阴姑娘 齐姑娘却大了 过得三年后 自然要嫁人 也不能再参加这个秀品大会 府里年龄合适 秀工又好的 就剩了义戒和原戒 自然要给他们报个名 众人正说话呢 外头倒有个丫头 竟来说到 将军府六位少爷又来了 李善不由笑道 快请他们进听奉茶 主人报于大太太和姑奶奶 叫姑奶奶回娘家 大太太拉了姑奶奶说 悄悄话去了 这会子可能是 蒋老夫人不放心姑奶奶 让几位少爷来接回去呢 李善嘴里的姑奶奶 却是贺子欣 贺子欣 嫁于讲集后 第一胎生了一个男娃 第二胎却小产了 线下这一胎 自是格外小心 也怪不得蒋老夫人担忧的 因前年边境 有小谷流名骚乱 当时却是蒋集 领了蒋华安和蒋华宽 去镇压的 回来时 蒋华安和蒋华宽 却封了小将 线下算是有功名在身了 各府里 自也有太太们 想把姑娘嫁于蒋华安 无奈蒋华安 竟是跟他父亲和叔叔 当初一个样 一有人说亲 就不吃饭猛练功 蒋老夫人不得已 便到子母庙里 叫师父为蒋华安 测算了一回 师父却说 蒋华安红鸾心未动 但红鸾心动了 因缘自制 不必心急 蒋老夫人和尚结 想着蒋镇和蒋吉 也是将近三十了才开窍成亲的 到暗奈下交集 只等着传说中的姻缘自制了 这当下 史仪听得蒋华安和蒋华宽他们来了 眼睛却一亮 大太太当初能把十九岁的女儿 嫁到将军府当副将夫人 自己难道就不能把女儿 嫁到将军府当少将夫人 因贺老太太辈分高 自是不必出去 见蒋华安 蒋华宽的 史仪便站起来 仰手叫贺元的 这会子令人往前逃 去叫你几位哥哥 陪着将军府几位少爷坐坐 只怕爷得一会儿 咱们也不能冷落了他们 请先出去陪着喝一杯茶吧 贺元年想 又与将军府几位少爷有共 史仪让他一起出去见将军府几位少爷 却是合适 贺老太太一时便笑道 袁姐儿陪你伯娘出去吧 见得史仪和贺元出来 将军家六小子 打一声招呼 便各自端茶喝起来 蒋华安从杯盖后 慈爱地瞥了一眼贺元 未来小弟媳八岁多了 看着到水里 快点长大了 好进咱们将军府 再为小弟多生几个小娃娃 那会儿老娘就不会抱怨说 自己不成亲 她没孙子抱之类的话 自己也好耳根亲近地 练自己的武功 小弟喜小时候粉嫩嫩的 包在手上软乎乎的 似乎还带了奶香味 没想这会儿子长成小小美女了 人说光阴四见 日月如梭 这话可没错 蒋华宽也从杯盖后 慈爱地看了一眼贺元 老娘小时候就要为小弟定下她 因长公主歌话说 要有功名的才可以提进 没法子才作罢 险下小弟也十岁了 过得两三年 自然就有法子得个功名 凭素听祖母和老娘的口气 极是喜欢这圆脚的 以老娘的性子 这个小弟喜 迟早是囊中之物 跑不了 若她跑到别人府里去 老娘也必定会想法子 抢回来的 线下小弟喜 倒长得翘生生的 腰身也有了 不像小时候 那般挺个圆溜溜的小肚子 这么样一个小姑娘 亮小弟应该是喜欢的 这会则看着跟小弟极是般配 嘿嘿 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呀 老三老四老五 也慈爱地看了一眼贺元 小弟喜长得是 越来越好看了嘛 小时候就人见人爱 这会则更加人见人爱了 配小弟正好 小美人嘛 总要配小英雄的 虽说小弟心下还不是英雄 迟早就会试的嘛 还得助着小弟 早些建功立业得个功名 才好风风光光地来贺福提金 他三个想到热闹处 脸上都浮出诡异的笑容来 老六讲滑盖 敬重地看了一眼贺元 极是满意 嘿嘿 小时候胖乎乎的 还怕他长大会圆圆胖胖的 没想到这会子长到八岁 看着倒有模有样 看当咱们大嫂呢 大哥现下十八岁了 又有功名 只等着你再长两三年 就可以上门提亲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短篇穿越古言小说 赫府千金 作者一壶好茶 主播天仙 前些时不经意地听到祖母跟老娘商议来着 说是大哥也十八岁了 一听亲事就黑了脸 这事儿忒难办 老娘过半天却笑着说道 安格尔先时不是喜欢赫府的圆桀吗 那会子圆桀才四岁多 安格尔又没有功名在身 这才没定下来 现下安格尔有了功名 待圆桀再长个两三年 这就上赫府提亲去 爹爹大着娘亲十岁 小叔叔大着小婶婶九岁 都是良缘 现下大哥大着未来大嫂十岁 也不算差得太多 这头婚事是跑不了的 大嫂大嫂 你可得快点长大 赫园见将军府六个小子 打完招呼后就各自喝茶 也不在意 抬头却见史仪 四在细细打量着六小将 不由顺着他的眼光 看了六小将一眼 嗯 老大蒋华安 且没心目 长身玉立 可能是有了功名的缘故 看着已有了一些 为将的威严 老二蒋华宽 直逼拳三 虎背熊腰 武将驾驶十足 老三老四老五 精神抖擞 月月欲试 如三头小豹子 看着让人眼前一亮 老六蒋华盖 人小鬼大 学了大人样 做身丝妆 自以为扮得冷酷 细看 不过一个眉目清秀的小男孩 十一不动声色地 把六小将细看一遍 暗暗寻思 蒋华安十八岁 自己家婴儿十五岁 年岁相貌都合适 现下 候着大房的贺子心 是将军府副将夫人 自己只要找机会 带着婴姐儿 上将军府里走动走动 这事儿 可能就有些眉目了 一时又想起 蒋老夫人和将军夫人 都喜欢贺元 贺子心对贺元 也亲眼有加 自己到时带了女儿 再烧了贺元 一起上将军府 这事儿就更加有戏了 却说礼善两位儿子 贺成贺陪 听得将军府六位小将来了 忙忙出来相陪 都笑道 什么风把哥哥们吹来的 兵蒋华安等人 先时到贺府里 教导过蒋成等人学武 那时年小 大家就哥哥弟弟的相呼 后来时有来往 也没有改口 依旧称兄道弟的亲人 这会儿子几个年轻人相见 自是一番热闹 贺子心听得蒋华安 他们来了 忙整装出来 笑道 天也不早了 确实该回去了 贺子心知道 蒋老夫人担心 不好再耽搁下去 盲向众人说一声 大药随了蒋华安 他们回府 才走了一步 又回头拉了贺园道 袁锦儿跟我们到府里 住几日好了 老夫人可是惦记着你呢 还记着你还吃芝麻饼 每回做芝麻饼 还念叨你一声呢 袁锦儿这阵子 要紧着学刺绣 再有 学堂里的功课也紧 却是走不开的 大太太因得了两副 老佛掩天珠 上了一副给老太太 这会则 卓人拿了另一副出来 递与贺子心 让她拿回去给蒋老夫人 一时笑道 卓人掌公主府派人来接袁锦儿过去住几日 也没去呢 仙下还得过几日才有空 带送了贺子心出府 贺元到了房里 耿贵姐道 娘 大伯娘说今年要在丝绣女官跟前 给我和一姐姐背个名 过的三年就去参加那个南北绣品大会 这事儿大伯娘可有跟你提过 贵姐压了一声 可不是前几日提过这事 我倒忘了跟你说 京城里差不多的闺秀都会报个名 先递了绣品让丝绣女官过目 绣得好的姑娘就聚在一起 当面又再绣一副 然后挑二十个 跟着丝绣女官学一阵子 宫里征宫局的也会指导一二 到时从二十名姑娘当中 再选出十个人来 护送到北成国 参加南北绣品大会 这回给你和一姐报个名 选得上选不上就难说了 你只管好好的学着七色绣就是 秋堂在旁边听着 插嘴道 圆姐儿虽然年小 绣得可精致了 照我们看一定选得上 况且还有三年时间呢 到那时自然绣得是更好了 这一年才入秋 贺老太太就发话 让丝绸妆送了好些的最新衣料过来 给上上下下的人做了秋衣 贺老太太自己做了深紫色团花的 几位太太做的是枣红色桃花的 姑娘们做的全是嫩黄桃红霉红的 丫头们做的是松花色的 所有衣裳全是线下流行的最新款式 和服看着是一派喜气洋洋 大家嘻嘻哈哈说 一下子全做了新衣 要不知道的 还以为咱们府要办喜事了呢 咱们府里倒没有办喜事 是沈夫人嫁女 要点嫁妆 下了帖子给咱们老太太 老太太让几位姐儿打扮鲜亮些 但要领他们到沈夫里凑热闹呢 金城里嫁女 有点嫁妆的风俗 女儿出嫁的前几天 会择了好日子 把嫁妆搬出院子里当众清点 然后列了嫁妆单子 届时会请各府里的夫人们和姑娘去观礼 这嫁妆就是娘家的脸面 也是代嫁姑娘的私有财产 点嫁妆 一者是有让人做个见证的意思 二者让人沾沾喜气 带到沈夫人为女儿点嫁妆这一日 各府里乡后的夫人们早早的就到了沈府道喜 贺老太太领贺英贺敏和贺元才到沈府大门 早就有管事娘子去通报了 沈夫人忙忙地迎出来 一见贺府几位姑娘不忧赞道 哟 全部都是水淋淋掐得出水 外界都说 贺府专出美男美女 一点都没夸大 美男美女不过扬眼些 却不如你们沈府 转出状元之才 引人羡慕 贺老太太见沈夫人热露 子爷打趣了几句 沈家三代封侯 到了沈老太爷这一代 从磕地出身 在京城里也是举足轻重的人家 沈老太爷和贺老太爷当时是同届近士 颇有交情 线下的沈夫人却是沈家第六位媳妇 贺年小时候曾为沈家三媳妇看过相 说她眉间有极致 定会一所得贵男 后来果然产下贵子 那儿子名叫沈苑芝 三岁就读书 至五岁已会作诗 十六岁就中了状元 现下二十岁了 已在朝内认了要职 人皆称颂的 一时进了正屋 只见各处挂了红色的曼杖 檀木靠椅上铺的是七彩云团垫 一派喜气洋洋 已在屋里的夫人们见贺老太太进来 纷纷见过 却是尚书夫人 安平侯夫人 陈夫人 镇南夫人等 贺元溜了一夜 发现多数是熟人 果然京城里全贵家的夫人全到了吗 嗯 不对 少了一个 将军夫人没来 安平侯夫人一见贺元 早仰手让她过去 笑道 好些世子没见着你了 前日到长公主府里 长公主说你最近忙着学刺绣 有一段世子没到长公主府了 我说 神府点嫁妆 这嫁妆里有许多的刺绣名品 你们学刺绣的 定要来瞧瞧的 果然就碰上了 却有一位夫人 见得安平侯夫人 拉着贺元说话 同旁边另一位夫人 敲声道 这位姐儿 是贺府贺年的龙凤胎女儿 长得好模样 听说针线也做得好 据说四岁多那会儿 将军夫人 并安平侯夫人 就上门去求妻 想定下她当媳妇 后来还是长公主哥的话 说要提亲的 得有公民才行 这两家才撤了 现在将军家 有两位哥儿有了公民 安平侯府的两个大的哥儿 也有了公民 那个小的不过十岁 听得也甚是不错 过得几年 自然也会搏个公民的 到那会儿 只怕梁府又要强起来了 咱们就等着看戏吧 咳嗨 谢谢观看